而在花莲慈济技术学院开办的进修推广部 有一个勒林大学 特别是号召一群银法族重新回来当学生 最近他们举办了结业式还有成果展 回顾这段期间他们的所学 这些老先生老太太都说 重新当回学生的感觉真好 欢喜跳着原住民舞蹈展现成果 他们是勒林大学的学员 积极学习不分年龄 长辈们敞开心胸 重新体验当学生的快乐 很不错啦 这里来 认识一些朋友 学习一点 到这个老人家该用的知识 都可以学到 慈济技术学院和教育部合作 开办勒林大学 为55岁以上的引发族 设计贴近生活的课程 不只有多元的文化 护理和养生的知识 还有志工体验 潜能开发啦 生命关怀啦 还有一些老人的运动 每一项每一项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像我这个生平无大致 就是爱睡相人 都没有打过磕睡 每周一天的课程 成为长辈生活中的一大重心 在安心的环境中自在学习 让生活更加多彩多姿 大家也相约 要继续活到老学到老 在新闻将信性的迷遗 花联报导